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 史上规模最大的九合一选举刚刚落幕 这次选业结果反映出什么样的现象 而青年和网络世代对这次选举带哪些改变 社群网站和即时通讯软体 又对选举文宣与竞选模式产生哪些影响 相应题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文化大学广告系副教授 纽泽勋 纽老师为我们深入平息 纽老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纽老师影响选举结果会有很多的因素 我们这次来关心就是网络和网络世代 在这次选举中造成哪些影响您的观察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网络世代影响选举 从这次的选举来讲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它已经跟原来我们传统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 有了一定程度的落差 那我们原来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年轻人他可能不太关心政治 这个是一个刻板影响 现在已经破除了 那第二个年轻人的投票率可能比较不高 那经过这次选举 这个刻板影响也就破除了 所以呢这次的选举 给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印象是 年轻族群其实很关心公共事务 然后他们也会借由他们最擅长的网络的一个平台 网络的一个平台去进行一定程度的一个沟通 甚至有影响选举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那候选人跟政党可能要从新的思维去看网络时代 看这些年轻时代 是那林老师你怎么样看 这次有不少的年轻人还有手头族 这次会主动表态的因素 会来出来投票的原因何在 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其实这些新世代来讲 其实他们在这个我们现在台湾社会里面 相对剥夺感其实越来越强了 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 不管是蓝的政府也好 绿的政府也好 可能都是以经济面向的政策为主 经济政策来讲的话 对于相对比较大的企业主 他们才可能是会比较有利的 那所以呢年轻族群会认为 所有社会上的资源 大多数会集中在有钱人手上 或是大企业手上企业主里面 那他们变成一毕业之后 要就业的话 可能都是二十几K 所以就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种 世代的一个落差 甚至世代的一个冲突 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所以呢你可以从这几年 这整个公民团体的一个力量越来越强 然后今年三四月间的一个太阳化的一个学运 你就会发现到就是说 年轻人的不满可能已经到达了极致 而这次的一个选举等于是把年轻人对政府 或对社会的一个不满 这个压力锅给掀开来而已 那你从这个现象就会看得出来 年轻人对于关心公共事务的一种企图心 其实已经越来越强了 包括有很多的年轻时代 出来亲自做一个参选者的一个动作 你就可以发现就是说 这股浪潮已经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 那在日后的一个选举的过程中间来讲的话 各个政党或是执政者 他的一些相关政策的一些订定 青年族群的一个声音或是需求 可能变成各个政党跟各个候选人 需要重视而且特别重视的一个当务之急 老师那我们看到现在的青年时代 跟网络的年轴度是蛮高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次社群网站 跟及时通讯软体也发挥了很大效能 那老师你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网络对选在还有候选文宣造成哪些影响 大概有几个趋势面上可以来做探讨 第一个就是说 你会发现的是 网络族群的一个攻防 在网络里面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那可是你也会发现 就是说在网络里面 有相对优势的候选人 也有相对弱势的候选人 什么意思叫相对优势的候选人 就是有很多网友 会自发性的支持的候选人 比如说台北市的当选人 柯文哲 他在网络里面 就是一个优势的候选人 你会发现就是说 网络里面有七八成的言论 可能都是挺柯文哲的 那挺连胜文的 大概只有两三成而已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柯文哲在网络上面优势 就会越来越明显 那柯文哲网络的优势 他也会知道 他自己有一定程度的明显 所以他也会透过 更多的一些公民的一些活动 在网络上面 公民参与的一些活动 包括他的什么野生官网等等 你设计者可以去自己做 一些设计这样的一种动作 他的网络活动也非常非常多 那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 相对于在网络上面的 一个优势候选人 经过这些相关的一些网络上的活动 跟他既有的支持者 年轻族群做互动 那个年轻族群支持他的可能性 其实就会越高 黏着度就越高 那在网络上面就会产生一种 叫沉默螺旋的一种效应 主流的声音才有表达的一种空间 你即便挺连 挺连的网友 在网络里面可能都不太敢发言 因为你发言的话 可能就会被对方又打回去 沉默螺旋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另外一个效应是所谓的乐队花车的效应 也就是说网友会看到 这么多人都在网络上面挺柯文哲 挺柯文哲变成一个险学 那变成一个险学 那我也去挺柯文哲 这个就叫做乐队花车效应 那所以呢 在网络上面来讲的话 柯文哲的优势就越发的强烈 越发的明显 所以柯文哲阵营 也会去透过网络的活动 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把这些挺他的网络族群 去做一个巩固的一个动作 那巩固的话 到选举投票前的一个过程中间 那挺柯的网友也会不断的 去进行一些顾票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吹票入柜这样的一种动作 然后去呼吁号召 或者去跟网络里面挺柯的好朋友 都说一定要去做投票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说 现今的选举文宣的一些操作 也是以网络为主 他已经跳脱了传统电视广告 或者是报纸广告这样的一种脉络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柯文哲 在这次选举的一个过程中间 他的网络的朋友 其实是促使这种选举文宣 也做一定程度转变的一个关键的原因了 是 老师那您怎么看 在网络中比较掌握优势的人 他是不是设定议题 跟影响主流媒体的一些意见方向的时候 力量更大呢 对的确如此 就是说因为现在主流新闻台 他们其实会有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他们产制新闻的一些内容 很多的内容其实都从网络里面 来做一些选举的一个动作 那所以呢 柯文哲阵营 在网络里面搞得有声有色 那比如说网络的声量比较大的时候 那电视新闻台就会选取 他们相关的一些议题 跟关心的一些话题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广告 变成主流新闻台上面的新闻取材的内容 那所以呢 传统媒体跟新媒体 它就产生一种相互拉抬的一种效果 就产生相加相成的一个力量 那这样子扩散的一种效果 对网络里面本来就优势的候选人 柯文哲来说的话 它就有更大的一个利己 因为呢 在网络里面相关的一些言论 在新闻报道上面被报道出来之后 它就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族群 甚至呢 主导新闻讨论的一些议题 它就有议题设定这样的一种能量 所以呢 当然对网络里面优势的候选人 它有更大的一种利己 更大的一种利多 是 老师那另外就是 我们知道通过网络宣传 包括设定社群网站 或是在网络上打一些议题的话 这样的花的费用会比传统媒体少 这样是不是也有办法帮助一些资源比较少 或者是比较知名度不高的一些候选人 在未来的选担中 可以掌握比较大的发言权呢 是 其实不能说绝对 因为跟候选人本身自己的属性跟特色 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关联性 那也跟各级选举 不同选举的一个层级 它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种落差 那比如说我们就市议员层级来说的话 政党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 那候选人特色 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 即便你在网络上面 能够炒成一定程度的声势 但它不一定会对选票的转移 有一定程度的效果 因为呢 它的相关的一些新闻 可能会就被淹没掉 那因为大选的部分 单一选区的选举 不管是县市首长 六都首长 或者是总统选举来讲的话 因为主流的媒体 新闻 它也会去关心 网络里面的操作互动 互相的攻防策略 那所以它会被主流媒体 新闻台做一个报道 可是呢 你看哦 如果是比较基层的 县市议员的选举来讲的话 其实主流媒体的新闻 对他们 对网络上面的 一些市议员层级的议题 主流新闻台讨论的是比较少 但不排除您刚刚讲的那样的一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 因为复数选区来说的话 也就是应当选名额大于一 这样的一种选区 比如说是县议员跟市议员来说的话 他只要有一定程度的选票 就足以支撑他当选 那所以今天年轻的候选人 如果用网络作为一个界面 他不断的去从事相关网络行销的一种操作 他只要能够去聚集一票 挺他的年轻族群来支持他 他就有可能会当选 所以我们从两个面向来看 跟选举的层级 跟候选人本身的一个特色 跟媒体的关注程度是有关 跟选举的制度 可能也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 所以从选举制度来看的话 网络行销在市议员层级 他可能还是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效果 只要他网络行销操作的好的话 他能够吸引到一票选民支持他 他的胜率还是相对高的 老师那未来的选举 候选人除了平常在服务选民之外 他在网络行销这两方面 同时都要一起下功夫了 当然因为我们说 选举两个面向最重要 第一个是组织站 第二个是文宣站 那文宣站的话 现在从传统的 以电视报纸广告为主的一个文宣站 慢慢已经开始切到网络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你今天一定要会操作 网络行销的一些概念 你一定要懂网络行销的一些概念 你要去进行实际的 网络行销的一些操作 那才能够让你立于不败之地 那组织的一个面向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如果就大选来说的话 组织还是不可偏废的 那组织跟文宣 它有相辅相成的一种力道 如果能够善于经营文宣 特别是网络文宣 然后在组织上面 又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组织力道的话 那这个网络文宣的一个操作 跟组织来说的话 它就有相加相成 相互拉抬这样的一种效果的可能 那但是呢 肯定的一句话 综合的一个小结论就是说 日后的选举 网络行销的一个重要性 它的一个比重 绝对会超过传统文宣的一种比重 成为最新的一种文宣操作的一种模式 不管是脸书等等社群网站 或者是一般的PTT 这些留言板等等 它都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文宣操作的一个平台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 文化大学广告系副教授 纽泽勋宇老师 针对这次九合一选举 青年和网络事丹 对这次选举 带来哪些改变 还有社群网站 还有及时通讯软体又对选举文宣 以及竞选模式产生哪些影响 我们做深入平息 非常谢谢您老师接受访问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对 Δ 好 当